8月28号 《惊悚巨线鬼节》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发布会 上一当天恰分中国传统的中元节 刚好与影片的恐怖氛围相得益彰 而主演丽维莲、汤俊叶等一众主创 纷纷前来站台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金纪奶爸》丽维莲在戏中 还少有的上演了一段激情戏 而且据说拍得十分辛苦 那个拍了一整晚吧 累不累 因为那个我们不是算是床戏 我们是在一个不同的地方 在进行这个动作 所以其实蛮痛苦 很辛苦 不要说了啦 真的这个我太害羞了 反正你们看就知道了 瞧瞧男生这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打底相识一个七个月大女孩的爸爸 而一说到女儿 李维莲更是私女心切 掩藏不住的爱意 其实我现在出来几天就很想她 然后我身上会带她一个小纱布 就是有她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 没有没有身上嘛 就在心里想 我觉得是这样 刚生的时候 其实前两天刚买的机会 你会一直都会生的 我觉得我们都当爸爸 都会知道 当妈妈的也有 有口全娱乐 北京霸道 8月28号 惊悚巨线鬼节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发布会 上一当天 恰分中国传统的中元节 刚好与影片的恐怖氛围相得益彰 而主演李维莲 汤俊叶等一众主创 纷纷前来站台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金纪奶爸李维莲在戏中 还少有的上演了一段激情戏 而且据说拍的十分辛苦 瞧瞧男生这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哪里像是一个七个月大女孩的爸爸 而一说到女儿李维莲更是私女心切 掩藏不住的爱意 其实我现在出来几天我就很想她 然后我身上会带她一个小纱布 就是有她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 没有身上啊 就在心里想 我觉得是这样 刚生的时候 其实前两天刚买了机会月 你会一直会生的 我觉得我们都当爸爸都会知道 当妈妈的也会 有口全娱乐 北京霸道